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句 很有趣的台湾礼仪 这句台湾礼仪就是说 座五大无粉 座五无小粉 有时候那个粪是一堆 大家很多牛一起炸的时候 它才可以成形 可是你如果很多支牛 就是互相推诿 说你去做就好了 我去做就好了 就是互相推诿 这样的话 事情就很难完成 另外一个 下一句的例就是 座五无小粉 有很多漆 然后你就没地方睡 为什么 大家都说你来我这边睡 老二也说你来我这边睡 老三也说你来我这边睡 那你到底要去哪里睡呢 你就变成没地方睡 这是这两句礼语的意思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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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